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习主席变成习皇帝 没有注意到和中国关系更大的另一个消息 这就是川普决定和金正恩会谈 川普是个美国人而且是个商人 他习惯于讲信用 不知道外交界的习惯 也不知道不讲信用的流氓是什么规律 这就给了金正恩拖延时间的机会和对等的谈判地位 等于放弃了之前的条件 违背了美国内部之前的共识 小金意外得到了这些好处之后会干什么呢 按照国际社会有识之识的共识 他必然继续完善他的核导弹计划 达到他们祖孙三代梦寐以求的大国梦想 这比习近平的梦想还要狂妄 但还算现实 金三胖的梦想是什么呢 是和美国打核大战吗 他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还没有这么无知 中国发展了半个世纪 还没有资格和美俄两国打核大战 再给小金半个世纪 到他老死的时候也还是没有这个资格 那他的梦想是什么呢 观察家们都忘记了一个事实 就是北朝鲜每天都在叫嚣解放南朝鲜实现统一 但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就是驻韩美军 有了核武器 有和美国谈判的资格就可以逐步撤走美军 至少可以使美军失去插手半导统一的理由 在核威慑之下 以韩国人的懦弱性格 和平统一肯定不在话下 就算是武统 美军也未必会为了天天抗议美国侵略者的韩国人 付出核大战的代价 剩下的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了 半导统一之后就完成了大国梦想了吗 以韩国人正在论证和研究的大朝鲜的梦想 大部分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都曾经是 或者说将来应该是朝鲜的领土 这份野心是南北朝鲜人共有的 也是该民族自大心理的表现 中国现在就已经是北朝鲜的千年仇敌了 也早就被韩国学者和媒体划定了领土范围 而且正在和中国政府讨论历史化界问题 看来他们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韩国把自己的工业基础与北朝鲜合并之后 就有了实现这个野心的条件 至少在中国因为习近平的愚蠢陷入困境的时候 可能性非常之大 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机会 这次小金认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 把握住这个机会 美国总统不也被他玩的团团转吗 虽然中国也有个疯子将军曾经放出狂言 说是不怕核大战 宁愿损失西安以东的大部分人口 但是小金不让你损失那么多 只让你损失一部分 你还愿意打核大战吗 于是从一两个省开始蚕食 最终朝鲜核大国的野心不就成功了吗 至少也满足了复仇的心理 一千年的仇敌啊 可以让全体朝鲜人爽歪歪了 面对这种形势 习近平和他的幕僚们在干什么呢 在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 在犹犹豫豫地执行联合国的制裁 在想方设法案中给金正恩提供经济援助 怪不得他的新外号叫做死得快 不仅是他死得快 还要让共产党死得快 最可恶的是还想让中国死得快 这人真不是一般的蠢 给中国创造这么大的长期隐患 为什么呢 实在看不出什么理由 所谓的同一个共产党阵营早就不存在了 人家北朝鲜早就不信马列 信仰的是金家的主体思想 习近平也差不多 正在推出他自己的原二思想 说什么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 那是中国白白葬送了几十万年轻人的生命 保住了金家王朝这个白眼狼 这叫什么情谊 这叫傻缺 人家可说是千年仇敌呢 那为什么呢 只能说是愚蠢吧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密防北京的消息 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有分析称 习近平非常讨厌金正恩 导致金上台多年一直未获准访华 之所以现在急忙召见金正恩这个讨厌鬼 是为了提前控制住朝鲜这张台 以防在美 韩 日三国快速推进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下 北京被进一步边缘化 据多家外媒报道称 朝鲜最高层人士乘坐已故前最高领导人 金正日生前访华时乘坐的专列 3月26日抵达北京 有关方面在北京大会堂周围捕捉到大批朝鲜 驻华大使馆车辆和中方护送车辆 加上大会堂北门周边现行 钓鱼台限制记者出入 市区多的戒备思连 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多家日媒称 外交消息人士之间猜测 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高层要远 除了可能是金正恩之外 也有可能是金正恩的包媚金鱼证 不过相关消息还未得到大陆官方确认 一位朝鲜问题专家则认为 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消息是可信的 在新泽西州的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 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 相信这一消息是真实的 金正恩就像是北京的诸侯 北京对朝鲜在经济 外交上有着极大影响力 外界不应该对宗主国赵剑附庸国元首感到惊讶 他说 北京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当他们真的想控制时 就把绳子拉紧一点 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 孤立了中方 因此 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一进程而告诉金正恩 你必须得在跟韩美首脑会晤前 先来见宗主国首脑习近平 在这之前 川金会确定在5月举行 而朝韩峰会确定在4月举行 作为朝鲜共产老大哥的中共 均被外界解读排除在一城之外 华盛顿智库斯廷森中心的朝鲜和中国问题专家松韵告诉商业内幕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举动 令中共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 因为谈判的结果可能导致韩朝统一 或美国在朝鲜的存在 这两者都与中共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 中共作为朝鲜共产老大哥 过去在朝鲜半岛事务中一向与金家政权互相掩护 互相支持 不过 在朝美双方会面中 外界认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被边缘化 近一两年来 随着朝鲜频频导弹试射及核武器开发 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不断加码 北京也多次表态支持对朝制裁 已经令外界注意到 习近平在对朝政策上采纳了与历界中共党魁都不同的路线 习近平上台以来 至今未访问过朝鲜 从2016年至今 习近平也没有在朝鲜见证日发贺电 彰显习对金正恩格外冷淡 英国独立报此前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包客室披露 习近平非常痛恨朝鲜半岛出现不稳定的情形 他从习近平口中听到最贬损的词汇 即是当习近平形容金正恩的时候 他就是不喜欢这个家伙 但中方为了追求稳定局势 所以习近平可以容忍金正恩的飞弹计划所带来的不稳定 他认为北京不希望朝鲜发生危机 而致使难民蜂拥到中朝边境 但另一方面也不希望美国与韩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这样会让北京感觉被开了后门如芒在背 包客室说 其实金正恩并非一个笨蛋 他一直都在观察西方的底线 同时也了解红线在哪 更知道一旦超越那条底线 朝鲜就会招致强烈的报复 此前就有报道称 朝鲜金氏政权一直是依赖中共的扶持 江派要员周永康、曾庆红、张德江和张高丽 均与朝鲜的密切关系 周永康落马前是北京与京市父子维系关系的桥梁 旅美民运人士魏京生曾评论称 平壤多年来收买和培植了专吃朝鲜饭的亲朝派 尤其在江泽民上台后 朝鲜收买培养的亲朝派开始水涨船高 中朝兄弟友谊从口号变成了政策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朝鲜在中共的帮助下开始研发核武器和导弹技术 同时也在帮助中共继续进行战术核武器试验 这时期的朝鲜导弹基本上是中共导弹的复制品 连牵引车都是中国型号 评论说江泽民以为可以对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进行有效控制 以为朝鲜会安于充当小兄弟 所以特意设计出所谓的六方会谈 为朝鲜发展核武器争取了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共的输血 打气和庇护 朝鲜不可能有今日的核能力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百度的董事长李彦宏 本周一在中国大陆某高层论坛上发言称 中国用户一定程度上愿用隐私换方便和效率 这个说法引起中国网民大规模反弹 被骂无耻到极点 不少网民对中国用户总是被愿意 被代表而表示很愤怒 当地时间3月26日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表示 中国人近年越来越认识到 大数据有关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的重要性 但中国人对数据隐私问题不像外国人那么敏感 如果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是效率的话 很多情况下他们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 李彦宏的上述说法立即引发公愤 中国大陆网络社交媒体上骂声一片 大批的中国网友留言评论或发帖讨论 纷纷指责百度的做法 明明就是强制盗取用户隐私 真无耻感叹自己再一次被愿意被代表了 中国网友纷纷针对李彦宏这句 中国用户愿用隐私换效率吐槽炮轰 经济观察网当天即发表一天署名评论文章称 李彦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 一定是来自于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 文章认为中国互联网大数据的泄露史 李彦宏和百度同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章表示这么干的不只是李彦宏 而是一批习惯成自然的中国企业家们 在这些人的引领操作下 互联网通过收集用户数据 总能把你想要的推到你面前 当然有时不需要的他也会推荐给你 表面看来用户只搜寻和获得信息方面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利 但这一切便利的前提 却是把自己的资料 喜好倾向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互联网公司面前 而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的直接后果 可能是当你刚刚搜索了房产中介电话就紧跟而来 当你刚刚搜索了留学 教育中介的电话就开始狂轰滥炸 当你车险还没到期 保险公司的销售就开始轮番上阵 然后人们往往刚开始在街道骚扰电话时 可能内心都在无比气愤地追问 究竟谁泄露了我的电话号码 但人的应激反应 往往又有一个不断适应和变弱的过程 最后 当数据泄露成为整个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时 中国的用户们对此却毫无办法 在李彦宏们面前 除了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没有了第二项选择 文章最后表示 数据泄露的方式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常玩常心 在这种用户权益几乎很难得到保护的情况下 把数据泄露的锅甩给中国用户的不谨慎和贪图便利的小便宜 李彦宏们为数据泄露的辩护词 无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炫耀而已 以韩国人的懦弱性格 和平统一肯定不在话下 就算是武统 美军也未必会为了天天抗议美国侵略者的韩国人 付出核大战的代价 剩下的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了 半岛统一之后就完成了大国梦想了吗 以韩国人正在论证和研究的大朝鲜的梦想 大部分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都曾经是 或者说将来应该是朝鲜的领土 这份野心是南北朝鲜人共有的 也是该民族自大心理的表现 中国现在就已经是北朝鲜的千年仇敌了 也早就被韩国学者和媒体划定了领土范围 而且正在和中国政府讨论 立国的野心不就成功了吗 至少也满足了复仇的心理 一千年的仇敌可以让全体朝鲜人爽歪歪了 面对这种形式 习近平和他的幕僚们在干什么呢 在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 在悠悠欲的执行联合国的制裁 在想方设法案中给金正恩提供经济援助 怪不得他的新外号叫做死得快 不仅是他死得快 还要让共产党死得快 最可恶的是还想让中国死得快 这人真不是一般的蠢 给中国创造这么大的长期隐患 为什么呢 实在看不出什么理由 所谓的同一个共产党阵营早就不存在了 人家北朝鲜早就不信马列 信仰的是金家的主使化戒问题 看来他们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韩国把自己的工业基础 与北朝鲜合并之后 就有了实现这个野心的条件 至少在中国因为习近平的愚蠢 陷入困境的时候 可能性非常之大 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机会 这次小金认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 把握住这个机会 美国总统不也被他玩的团团转吗 虽然中国也有个疯子将军曾经放出狂言 说是不怕核大战 宁愿损失西安以东的大部分人口 但是小金不让你损失那么多 只让你损失一部分 你还愿意打核大战吗 于是从一两个省开始蚕食 最终朝鲜和大公的梦想还要狂妄 但还算现实 金三胖的梦想是什么呢 是和美国打核大战吗 他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 还没有这么无知 中国发展了半个世纪 还没有资格和美俄两国打核大战 再给小金半个世纪 到他老死的时候也还是没有这个资格 那他的梦想是什么呢 观察家们都忘记了一个事实 就是北朝鲜每天都在叫嚣解放南朝鲜实现统一 但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就是驻喊美军 有了核武器 有和美国谈判的资格 就可以逐步撤走美军 至少可以使美军失去插手半导统一的理由 在核威慑之下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习主席变成习皇帝 没有注意到和中国关系更大的另一个消息 这就是川普决定和金正恩会谈 川普是个美国人 而且是个商人 他习惯于讲信用 不知道外交界的习惯 也不知道不讲信用的流氓是什么规律 这就给了金正恩拖延时间的机会 和对等的谈判地位 等于放弃了之前的条件 违背了美国内部之前的共识 小金意外得到了这些好处之后 会干什么呢 按照国际社会有识之识的共识 他必然继续完善他的核导弹计划 达到他们祖孙三代梦寐以求的大国梦想 这比习近平